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03年的PayPal 1第五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現在就說 某個手袋的成本的cost是400元 如果你給我 我用一支黃色銀光筆 highlight它先 手袋的成本是400元 即是這句話 手袋的cost是400元 如果我見到這句黃色 我用一支綠色當作算草紙 在螢光幕的右手邊 右上角 寫下做算草 其實我會立即寫下C 即是cost 成本 就會等於400元 自己記錄下它 這句話就是黃色的句話告訴你 先記錄下 集齊全套再慢慢想 而標價比起成本高20% 拿一支橙色銀光筆 標價比起成本高20% 即是標價比起成本高20% 就是20%高於cost 即是甚麼意思 如果我用綠色筆去寫 就是m 標價比起成本高20% 就是比起成本高20% 即是標價比起成本高20% 這裏是橙色部份,那句說話寫出來 之後再說,該手袋現在用75折去出售 所以不如我用藍色的highlight 這句說話是手袋以其標價75折出售 即是它sow at 25% discount on market price 即是甚麼意思呢? 即是這個Selling Price,我當作S 就會等於甚麼? 就是那個Market Price,就是m 比起那個Market Price,就是25% discount 再乘以,當然就是1-25% 所以這句說話,藍色的說話,就是藍色的公式寫出來的 OK?行不行? 所以在這裏,你會發現現在我們集齊了全套 等下用來用吧,他問甚麼我們都可以在這裏網上 現在來的了,我先拿一支藍色,Apart,逐一擊破吧 Apart,它就叫你求求手袋的售價,Selling Price of Handbag Selling Price在哪裏?就是S,你想找S 這個公式就等於m乘以1-25% 那你就會問m是甚麼? 哦,原來m從橙色的公式看到了 就是等於C乘以1-20% 即是將這個整個 哎呀 整個 是嗎? 將這裏整個 塗在下面這個m那裏 而事實上,這裏有個C,C是甚麼來的? 其實就是400 即是把400塗在下面這個c那裏 所以換言之,我們可以立即寫到答案了 就一開始來,開中名義 但是Selling Price 就off那個handbag 好了,就等於將 400 好了,400就是c 放在這裏 再乘以 就是1加20% 這個部分就是甚麼來的? 就是橙色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m來的 行不行?你明白我講甚麼? 那m就是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 m在這裏 再乘這個 你就會出了S 出了S 你想找S 所以後面就再乘多1- 25% 行不行? 所以換句話來講 最後按機 1加20%就是1.2 1-25%就是0.75 所以最後答案出來 就是400乘這兩個數 所以最後就是360 那麽多錢 OK?行不行? 這個就是A Part 好了,至於去到B Part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B Part 看一看這題目 他就叫你求一下 盈利的百分率 或者虧蝕的百分率 回到% profit 或者% loss 是嗎? 即是 賺還是蝕呢? 很明顯的 大家也看到 原先的袋子的成本是400 但你的Selling Price 賣出去 夠膽蝕是360 是不是真的蝕了40 所以擺明就是虧蝕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來了 就 The Percentage loss 就會等於 什麼? 就會 將400 就是成本 減回 360 你就知道他虧了 原來是虧了 以及虧了40 是不是? 再over 什麼? 就over 那個成本 是不是? 放回成本在最底下 就是400 就再乘 100% 看到嗎? 當然在這裏 按一按機 你會發現 這個是0.1 就再乘以100% 而事實上 0.1乘100 就是 小數點移動兩個位 就會是10 留一個% 所以就是10% 終極答案 都夫之獄出了 當然就是10% 好了 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 OK 希望今天幫到大家 多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